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方 无论时间长短 想记录时间 不要想我的假日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老师念佛 求生已见得 这就对了 白天公司上班 做事件业 事件能保住我们生活 收入支出就够了 其余的时间 全都用在念佛求往生 把念佛求往生 看作我们自己眼前最重要的一种大事 我们把这种事情 把这条路抓住去 我们在功夫不得力 心里面 千长挂脱的事情 很多 所以佛来看你 你看不见了 人家 心底清晰 没有往生 没有往生 没有掌念 佛来看你 你就看到了 佛千辈已化身 当现身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弥陀观音跟五目多么亲切 这个语言要抓住 才知道报复安然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 好啊 把念佛是真的 真是确定成就 绝不入空 只要抓住 证明你也不信 极乐世界就在眼前 紧紧抓住 不再放手 很简单 没有别的 就是肯放下试验 对这个世界还有一丝毫牵挂 就是你的麻烦 放得干净 特别是人情是故 难分难血 要一刀斩断 知道这是假的 不要被这些事情 投注这些神又被过 那就太可惜了 把极乐世界 认真地抓住 一刻不放手 跟你阿弥陀佛说 我决定往下 你老人家 要特别敢开恩 帮助我 在这一生当中 往下极乐世界 只求代言往下极乐世界 其他的伤口 只求代言往下极乐世界 其他的伤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吴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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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